两天前搞过一条重要资讯 世贸科技计划并购扬升电力 并给出了报价 你们几个分析一下 MH现在是否应该购入 扬升电力的股票 我认为应该购入 扬升电力的 现在股价是三十五港元 并购之后 保守估计应该是 百分之十七的上涨 买入三百万股 就可以成为主力资金 并购以后 世贸科技的大股东 马玉科将会成为 养生电力的新一人董事长 他是大世界的投资家 现在购入 每股年收益会超过 四百四十二港元 我不认为这次交易会成功 养生电力已经连续 三年利润下降 管理层薪酬却翻了两倍 马玉科是个老油条 他不可能看好养生电力 如果马玉科不看好 养生电力 为什么要代表 世贸科技出价并购 马玉科是世贸科技的股东 他前期持有养生电力 百分之五的股份 我怀疑他代表 世贸出价只是虚晃一枪 实则是为了炒高 养生电力的股价 任何一笔交易 任何一项投资 都会有风险 利润和风险 就是一对孪生兄弟 我们需要的是 像狼一样的信任 而不是绵羊 所以今天面试的原则 就行了 狼留下 杨离开 好 小枯包 好 Always Sometimes I dream of you Tears on my face All night long Tell me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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没事吧 没事 没事 我帮你捡 不用 不用 我自己来 给 不好意思啊 没事 没事 来 贴上吧 袁总送里的MH1 二柔纪念 等一下 我能借用一下你的手机 向袁总表达一下感谢 谢谢 袁帅你给我等着 我是不会输给你的 谢谢 袁帅你给我等着 我是不会输给你的 老达 你都听见了啊 人家说了 绝对不会输给你的 多事 我就不明白了啊 最后一轮面试 人家发挥得不错 多好一女孩子呀 你怎么忍心把她淘汰了 把你的怜悯之心 用到别的女人身上 别惦记她 听这话啊 你怎么忍心把她淘汰了 你们俩认识 一个连眼泪都流不起的人 怎么可能适合投行 这个斗收场 我赶她走是为了她好 苏畅 你去帮我找一份 适合她的咨询类的工作 适合她的咨询类的工作 你去帮我找一份